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过滤炮》 副标题是《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 你是不是经常遇到以下的场景 有天你在某视频网站上看了一段脱口秀 下次登录时你又看了段脱口秀 不久之后你发现自己在该网站的首页几乎全是脱口秀 再比如你在某购物网站看过一双运动鞋 随后你发现不光这家购物网站反复向你推荐运动鞋 运动鞋的广告竟然还出现在了你的社交媒体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种现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是《过滤炮》这本书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作者伊莱·帕里泽是个美国的社会活动家 长期关注互联网文化 2011年3月 帕里泽在TED的一次演讲中 首次提出了《过滤炮》这个概念 用它来形容有互联网、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内容推荐等 建构出的一种智能隔绝状态 演讲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之后帕里泽将这个想法扩展成了一本书 那就是《过滤炮》 帕里泽在这本书中描绘了各种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应用 如何遵循投其所好的原则 用算法为今天的互联网用户打造了一个个性化的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接触观念和信息的方式 一方面人们享受着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内容推荐服务等 带来的好友连接、快速查询、精准定制 但另一方面 人们看什么、听什么、怎么工作、和谁交往、去哪儿消费 聊什么话题都逐渐交由算法来决策 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个性化服务 让人们陷入越来越封闭的境地 与不同的意见和信息分离 最终被隔离在自己的文化或思想泡沫中 我们将从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过滤泡是怎么产生的 第二、这种过滤泡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三、过滤泡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好、下面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 过滤泡是怎么产生的 简单地说 它来自于互联网公司向用户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大约在2000年以后 美国的各大互联网企业开始研发个性化过滤器 谷歌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表示 他想构建的产品是一个能猜出我想输入什么的谷歌程序 脸书的首席运营官谢利尔·桑德伯格则在一次演讲中说 在未来的三至五年 网站如果不尽快针对用户量身定制服务 就肯定会过气 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 在那个时候 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在国际上属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换句话说 在十多年前 研发个性化服务 是互联网产业最新最热的潮流 那么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要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巨大的用户需求 互联网在上世纪末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 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已经诞生了海量的信息 让人们陷入了注意力崩溃的危机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对比 如果你记录下从远古到2003年 所有人类交流的信息数据 大约有50亿基币的存储量 而现在我们每两天就能创建那么多数据 请注意 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现在是2011年 在今天这个数字又高了许多 截至2019年底2020年初 全球每天光是电子邮件 就要发送2900多亿封 脸书上一天的状态更新则有4亿多条 在与日俱增的信息洪流中 人们根本不可能事无巨细的事实关注 因此人们需要有一种过滤服务 帮自己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 找到自己需要知道看到和听到的内容 在如此巨大而真实的用户需求前 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始研发和推出个性化服务 比如亚马逊网站就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它会观察人们购买的图书 并向人们提供建议 啊 你买了基建完全指南 再来一本眼商诉讼大权怎么样 很快互联网公司就发现 了解用户的信息不仅仅是可以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 满足他们的需求 用户的信息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因为他们对用户了解的越多 提供的信息就越接近个人 能向用户卖出的广告就越多 那么如何获取用户的信息呢 首先当然是要求用户提供自己的基本信息 比如你的年龄 性别 职业 爱好 这当中的逻辑很合理 你要我们提供个性化信息 那你首先要把你的个性告诉我 对不对 而为了获取到个性化服务 满足自己的兴趣 欲望和需求 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了自己的隐私 上传了自己的数据信息 然而 这种个人自愿上传的身份信息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是不够的 远远不够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各家公司想要做的 是推出最有针对性 最精细化的个性化服务 而要做到这一点 他们必须竭尽所能 永无止境地获取用户信息 谷歌把嵌入数据里的用户线索称为信号 一些最重要的信号来自于用户的点击 比如有人搜索了一个信息 并在搜索结果中 点击了页面上的第二个链接 这就表明 第二个链接比第一个链接 与搜索者有着更强的关联度 这就是一个点击信号 还有许多别的信号 比如用户登录网页的地理位置 使用的浏览器 之前搜索过的内容等等 2004年 谷歌开始提供免费邮箱服务 通过让人们登录谷歌邮箱 谷歌获取了大量数据 那就是用户每天发送和接收的 数亿封电子邮件 它还将用户的电子邮件和网站行为 与他们在谷歌上的搜索行为 进行交叉参照 研发并获得了多项 关于个性化算法的专利 当然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这么做的公司 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 美国主要的互联网巨头 都加入了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信息的大战 当时世界排名前50的互联网网站 比如CNN、MSN、雅虎 平均每个网站都会安装64个Cookies和信标 信号的信、标志的标 用来截取和跟踪个人信息 这股热潮还催生起一个全新的产业 那就是以收集和贩卖用户的信息为生的 个人数据公司 比如在美国 有家叫安克城的个人数据公司 它的资料库中包括了96%的美国人的信息 每个人平均有1500条记录 包括他们家庭成员的名字 他们当前和过去的地址 他们支付信用卡账单的频率 他们是否拥有宠物 他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平时服用什么药物等等 安克城为美国许多大公司提供服务 包括微软、百事达和十家主要的信用卡公司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 用户身份的隐秘性构成了网络吸引力的一部分 当时有一句名言 叫在网络世界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伴随着用户信息本身的商品化 获取用户信息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娴熟和强大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做过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对于商家来说都已经不再是秘密 比如 如果你在一个网站上搜索抑郁这个词 该网站就会在你的电脑上 安装多达233个cookies和信标 方便其他网站向你兜售抗抑郁的药物 哪怕你打开一个关于配偶可能出轨的页面 短短一个瞬间 就会被基因亲子鉴定的广告盯上 个性化在互联网世界左右的不仅仅是购物 比如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网络 纷纷开始提供的个性化新闻服务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通过公共媒体了解新闻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 美国人对于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 老牌公共媒体的信任与依赖直线下降 作者在书中写下的这种情况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熟悉 想一想 你现在了解新闻不再是通过报纸或杂志了 对不对 甚至连智能手机上的专业新闻平台 你可能都不会经常打开 而是通过看朋友圈或刷微博 来了解当下的新闻世界 如果一件事在你的朋友圈里刷了屏 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就是近期最重要的事情了 而伴随着谷歌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 人们在搜索引擎上获取的信息 都是为自己夺身定制的 许多人可能直到今天都会认为 在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 输入一个关键词 所有人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 从2009年12月起 每个人所得到的结果 都是谷歌针对你个人所生成的网页 比如同样是搜索转基因 一位科学家和一位社会活动家的搜索结果 可能会南辕北辙 同样是搜索气候变化 一位环保人士和石油公司的高管 所获得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 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像你显示大千世界的电脑或智能手机 正变得越来越像一面单向镜 这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你的个人兴趣 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看什么 而躲在镜子后面的算法 则在时刻分析你的点击行为 推断你的好物 不断创造和完善这一整套关于你的数据 并把你牢牢锁定在属于你的过滤炮中 真实的世界则在逐渐离你远去 接下来再讲第二部分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这个过滤炮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过滤炮的第一个特点是封闭性 在过滤炮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被算法伺候得很好 但同时也被孤立和隔绝了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封闭性是会不断加强的 在你刚刚使用某个互联网平台的时候 你所获得的内容可能还不那么个性化 因为那个时候 平台所掌握的关于你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 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用户画像和一个IP地址 仅此而已 但伴随着你的使用 你获得的信息会越来越个性化 你点击了一个链接 这透露出你对某件事感兴趣 算法便会安排你以后看到这个话题的其他文章 而这会让你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就这样你被困在一个循环里 作者帕里泽特别指出 这种封闭的循环还牵涉到我们人类大脑 一个特别的运行机制 那就是一种自我证明的冲动 这个脑回路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是一个爱看某某话题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看某某话题 因此我必须是一个看某某话题或做某件事的人 这样的思维明显是反逻辑的 但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认知保持一致 否则我们就会觉得痛苦 换句话说 我们大脑的弱点让算法有了可乘之机 好 再来看过滤炮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隐秘性 作者的意思是 你置身于过滤炮的内部 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 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和刚刚所说的封闭性一样 过滤炮的隐秘性也是逐渐达成的 一开始 互联网平台的个性化服务还相当粗糙 你很容易就能猜到那背后的运作原理 比如在亚马逊网站上 你表示自己喜欢钢铁侠这部电影 网站就猜你喜欢钢铁侠2 你买了一本烹饪书 它就向你推荐锅碗瓢盆 但现在技术和算法已经进化的相当聪明了 我们还是用亚马逊来举例 它现在不仅可以通过你个人的点击历史 对你的下一步行为进行预测 还能通过大数据对你进行分析 比如亚马逊的算法发现 绿野仙宗沉默的羔羊这两部 看起来毫无相似性的电影 其粉丝群有着大量的重叠 因此如果你喜欢绿野仙宗 它就会猜你喜欢沉默的羔羊 让你吃惊之余 产生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 你在使用Kindle时的一些习惯 也能暴露你的个人信息 你标注的短语 你标注书签的页码 你翻书页的速度 这些数据都会反馈到亚马逊的服务器 被用来猜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喜欢什么书 事实上 技术和算法对于你的推测 已经到了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地步 你的智能手机知道你去了哪里 给谁打了电话 读了什么内容 它可以凭借内置麦克风 陀螺仪和全球定位系统 判断你是在走路 坐车还是正在排队 你发的每一条短信 每一封电子邮件 在社交网络的每一个评论 都有算法在兢兢业业的观察和分析 由此挖掘你的心理 观察你的情绪 分析你的状态 引出你的冲动 比如 有一天 你在上网时 突然看到一条柔软内衣的广告 然后一时冲动买了下来 你可能想不到 自己这看似偶然的冲动型消费 其实是商家精心布下的一个局 他们不但知道你是女性 还知道你这两天正处于排卵期 而科学研究表明 排卵期的女性 比较容易接受柔软贴身的义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过滤炮的第三个特点 强制性 这个强制性有一部分 是和隐蔽性相关的 刚才我们说到 针对你个人信息的技术和算法 已经进化得非常聪明和高效 每时每刻 他们都在获取你的信息 而你对此无从选择 也无处可逃 原先公司可能还需要你 主动提供一些个人信息 而现在他们已经不怎么需要了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在下载 使用一个新应用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一个问询 你同不同意 以你的微信账号登录此应用 很多人图方便便选择同意 但你可能不知道 就在你点击同意的这一个瞬间 你已经将大量的 个人信息数据交付了出去 包括你的用户画像 你的社交记录 你在朋友圈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 话说回来 如果你不同意 以微信用户身份登录 而选择通过手机号码来登录 那情况可能也没什么大差别 那么你也许会说 我不使用这些应用还不行吗 可惜的是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脱离社交网络了 比如 请想一下 你真的可以不用微信吗 你需要做什么 才能找到一个替代的应用 那不仅意味着你要重新创建你的整份个人资料 上传所有的照片 拷贝所有你觉得珍贵的聊天记录 还要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那就是 你的联系人大部分也用那个应用 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使用传真机 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但是 如果和你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在使用传真机 你就必须使用传真机 社交网络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必须使用社交网络 而一旦使用 你便被瞄准 被观察 分析和揣测 这就是过滤炮的强制性 那么 具有封闭性 隐蔽性和强制性 这三大特点的过滤炮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三部分 我们来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有过滤炮很好啊 这让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一个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太阳和世间万物都围绕我们旋转 身边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人 事物和想法 这是多么舒适啊 然而 作者帕里则指出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 是要付出代价的 首先 过滤炮会让我们周围 充满着我们已经熟悉 且已经认可的想法 导致我们对自己的思维框架 过于自信 这种信息环境 有利于支持我们现有的世界观 而不是去质疑或调整它们 事实上 我们人类本来就更容易 接受那些符合我们认知或喜好的东西 而那些不符合的 很容易让我们感到沮丧和困难 并下意识地拒绝 在过滤炮出现之前 我们可能不认同或不喜欢一些东西 但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 而过滤炮出现之后 那些我们不认同或不喜欢的东西 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举个例子 以前你拿到一份报纸 你可能很不喜欢看国际新闻 总是将国际新闻版匆匆翻过去 然后仔细阅读你喜欢的版面或专栏 但是 那个时候你仍然知道 那些新闻在哪里 那些信息是重要的 而现在 你登陆为你夺身定制的新闻平台 根本就看不到你不感兴趣的内容 甚至没有意识到 自己可能错过了一些重大事件或观点 而长此以往 人类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能力 会受到影响 第一是好奇心 我们人类是通过好奇心 去了解外部世界的 一般情况下 当人们面对信息鸿沟的时候 好奇心会被激发 但是 要感到好奇 我们首先得知道 有东西被隐藏了 而过滤炮不会告诉我们这一点 一个由熟悉事物组成的世界 是一个再无新知可学的世界 第二是创造力 创造力来自于 把相去甚远的想法放在一起 让他们相互碰撞 而过滤炮里没有碰撞 它尽管在不断给出新的信息 但不会真正动摇我们固有的观点 它非常擅长回答我们已有的问题 但不擅长提出我们完全看不到的问题或困难 在过滤炮里待久了 这个泡泡会成为一种隐形的自我宣传 它放大我们对熟悉事物的渴望 向我们灌输我们自己的想法 你以为你接收到的是世界遥远的另一端的信号 其实那只是你自己的回声而已 而如果将这些发生在个人层面的影响 放大到整个群体 我们会发现过滤炮所影响的 是现代社会的公共性 所谓社会公共性 就是一群人聚集起来 创造一种新的共同意义 简单来说 就是公民可以被组织起来 对涉及到他人利益的公共事件 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会淘汰那些不合实际的建议 而那些科学的符合公众利益的建议 会留下来 然而过滤炮却把我们推向反方向 当人们日趋归缩进自己的舒适小世界里 不关注公共事务 听不见不同意见 公共交流和辩论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个被算法分类和操纵的互联网世界 本质上是碎片化的 在互联网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 它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性 20世纪90年代早期 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 在创立宣言中倡导要建立 网络空间的心智文明 创造一个没有特权或偏见的世界 人不因自己的种族出身 国家不因其经济实力或军事力量 而被区别对待 才过了短短20年 互联网却已远远背离了当初的这些期许 作者对此感叹道 互联网提供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源和选项 但身处过滤炮中 很多我们都无缘接触 虽然互联网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新机会 促进我们成长 体验多种身份 但个性化的经济学驱使我们的人格逐渐静止 虽然互联网可以解放知识 分散控制 但实际上 它正窄化我们的视野 限制我们的机会 科技的初衷 是让我们更能控制生活 但实际上 它正在夺走我们的控制权 好 说到这里 过滤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已经讲完了 也许你听着觉得不太满意 感觉作者描绘出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 却没有给出任何对策 事实上 在书中 作者还是给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 他提醒人们在使用互联网时 要切实关注自身的隐私保护 对搜索引擎和各类网络应用 保持清醒的态度 他也向互联网公司喊话 认为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 将公共利益纳入自身的考量范围 让算法更透明 让用户更知情 让服务更可信 他甚至还向程序员喊话 要他们增加对人性的理解 多一点人文关怀 可惜的是 这些倡议似乎没有什么收效 在这本书出版的十年后 过滤炮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随着算法和技术的升级 这个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我们会进入一个高速互联 线上线下无缝对接 全景是沉浸传播的时代 那么我们对于过滤炮 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也不是 过滤炮这本书的译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方施施 提出了一个观点 值得参考 他认为过滤炮或许代表了一种 不可逆转的技术趋势 但这项技术本身 却是能够被改变 被优化的 说到底 算法是人制造的 也是人去执行的 过滤炮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 那些掌握过滤技术的资本和企业 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的外部监督 对这种过滤进行干预 而要戳破过滤炮的第一步 是意识到它的存在 并意识到它对我们造成的危害 当我们看着电脑和手机上的互联网信息时 我们要提醒自己 这只是部分的信息 而不是全部的世界 我们可能要逼着自己 尽量跳出这个过滤炮 去主动了解那些 自己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信息和观点 因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 人生在世时日不长 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 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 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好奇 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只有把自己手里的事 与一个广阔的世界图景勾连起来 他才能获得踏踏实实的快乐 好 过滤炮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